再找机会 范子明 做低位打卢凯文 这身材上有明显的优势 范子明一个勾手 还就打进 这边范子明提到高位 传给索罗门 两个内线打一个高低位的配合 索罗门到篮下的扣篮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就2000年初的时候 CJ布鲁顿一投 爆炸投 就是去看防守的 防守的经验和能力 风说 拆完直接给秋天 秋天把球扣进 外线连续的 手里手传球传到篮下 再给好球 这边应该买一场把球打进 不太好干扰 那可惜呢 这球在篮框上颠两年也没进 中15分的分差 球到篮下 索罗门一晃 再打 索罗门他 传得很有想象力 最后也是失误了 因为近前弹的各队 其实很大成分 就是在磨合阵容 罗凯文投篮好球 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他应该在球队当中会扮演这种空间形四号位的这么一个角色 大家可以把它裂成朱熹 可是准度可能跟朱熹有点差距 哎 这边好球 这球打的不是很合理 但是索罗门拿到一枪篮板 那球掉到索罗门手里 直接起来 双手扣篮 北京北七对阵 您不听过 您不听过 上一场 上半场比赛呢 是30比37 落后是7分 代表上开始之后 北七的第一攻 又是传到了篮下 索罗门的手里 索罗门在篮下 双手扣篮 五顶的手里 再给他的名 还在同样的位置 你看他就在这块掩护 还打得顺手 好球 51比31 双方20分的分差 这球硬啊 王帆逸 传到中距离球有机会 没投 好球 外线马俑 投中了一个三分球 再回给方硕 挡完之后往里走 方硕 第二篮下 好球 哎呦 这球高度很高啊 索罗门站在篮下 垂直起跳 直接双手把球扣进 秦军还得压时间 剩4秒钟 还不 直接拔了 哎呦 还投进了 顶着对方大个的防守 秦军投进了一个远投 63比39 第三节比赛结束 在团篮下 秋天 上篮没有 自己拿篮板 这边 雷蒙拿篮板球 把球补进 秦军这把速度 推起来 往篮下 要转身攻的时候 被对方切掉 前掌的 三打二 卢凯文 投一个 好球 节奏很好 防守 彻一步的三分球 没有 篮板球 又被北七拿到 北七这枪篮板太多了 好球 反击的机会 这边宁波把握住 卢凯文 速度很快 把球控制下来 这球还传啊 卢凯文 再给宁洪宇 到篮下打 好球打剑 造成犯的名犯规 哈里斯 登哈 人第一年进决赛 就拿冠军啊 这大元的影响 还是挺大 但今年咱们也说了 就是比较意外是 并不是各队在外面 都投入了很多的 这个成本 外线的投篮 也没进 全场比赛 结束最终的比分呢 是76比5